朋友们都说让我买点过路黄 说它也特别耐寒 我也真是第一次养 看它做地贝植物的效果如何 回头跟大家汇报啊 这两个是什么知道吗 这两个是姑娘果 也叫灯笼果 它也特别耐寒 在东北都可以种 东北人特别爱吃这种果子 这两颗过路黄 我打算把它们种到这一溜的路边 这一颗 这还能分出一颗来 这又单独能出来一颗 看看这个的根系怎么样 看来它的根还是那种浅根 它的根很浅的 我看看这个能不能给它再掰出一颗来 其实要是使劲这样愣掰也是可以的啊 这样一揪就可以 这个也是一颗变两颗 它是浅根的不用埋很深 就这样埋上就可以 看它这种铺腹镜了嘛 一看就知道它也是这种落地生根的 这四颗过路黄也种完了 浇上定根水 过路黄也种完了 两颗变四颗 两颗姑娘果 也叫红灯笼果 我打算把它们种到这个位置 这颗楼斗菜估计已经死了 这儿种一颗 这儿再种一颗吧 看看它的大白根 不发达 它的好种级别是野菜级别的啊 可见它多好种吧 一般东北人喜欢种它也喜欢吃它 所以在东北能种 在我们华北就更没问题了 它结出的果子是橙红色的 这么大的小果 里面都是籽能吃 特别好吃 它的根呢 已经都长到这个盆外面来了 脱盆的时候 还挺费劲的 这么点的小果 根系就这么发达 都脱不出盆来了 不行 拿剪刀剪 好了 终于脱出来了 看看它的根 大粗根 看这个根就能知道 它的生命力特别强 定根水 我们小的时候管它叫菇鸟 它的果子不但能吃 把里面的籽掏空之后 那个皮还能吹 跟青蛙叫似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菇鸟 两颗菇鸟都种完了 再过个两三个月 就能吃它的果实了 它长得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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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